在上一讲中我们介绍了薄膜的定义 以及薄膜与厚膜的区别是由于制备方法的不同 而并非简单的用厚度来加以区分 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 电子元器件变得更小更快 薄膜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薄膜的制备方法及应用 对于我们制备薄膜来说有很多的方法 从大的方向来分可以分为沉积的方法 就是电击法和渗入的方法 那么在渗入法里面我们有化合扩散离子注入 那么我们这个课程里面主要讲的是电击的方法 在电击法里面我们又分为气象和夜象两种 在气象法当中有物理气象层积 主要包括真空蒸发建设离子度 有化学气象层积 主要包括长压的低压的 以金属有机化合物为原料的 等离子体辅助的光辅助的这些CVD的方法 那么在液相法里面 化学度电度溶胶淋胶 溶液有机金属化合 液相外延等等等等 那么这种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对于物理气象层积来说 主要是利用热或者利用离子撞击等等 这样子一些物理的过程 在机片表面层积所需要的薄膜 而在化学气象层积里面 主要是利用化学反应 将我们需要的物质 从气象当中转移到机片表面 形成我们固态的薄膜 当然物理和化学这两种过程 也不是说完全隔离的 比如说在我们氧化物 氮化物薄膜的制备当中 有些时候就既有物理的过程 也有化学的过程 这儿我们给了一个蒸发的例子 利用电子树 通过电子枪发射一束 电子经过高能加速以后 轰击在我们的干锅里面的原料里面 让它变热 然后形成蒸汽蒸发出来 沉积在我们的机片表面 就可以形成我们电子树蒸发的薄膜 另外我们也可以利用离子的撞击 这个是我们一个建设的典型的例子 而气体分子或者原子 通过电离以后形成正离子 在我们的一个靶材上面加上一个负偏压 那这些正离子就可以去撞击我们的靶材 把我们所需要的这些原子或者分子撞击出来 它同时沉积在我们的机片表面 也可以形成我们的薄膜 那么在CVD里面 我们经常采用气态的原料 使原料形成一些蒸汽或者气体 让它进入到我们的反应枪里面 进入反应枪里面 然后它在接触到我们高温的机片表面的时候 产生化学反应 形成我们所需要的固态的薄膜 同时也有一些废气的产生 那么通过我们的真空系统把它抽走 我们就可以获得CVD层积的薄膜 然后对于我们各种各样的薄膜 可以用在各种地方 那么从功能上 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薄膜进行一个分类 然后这个薄膜可能是利用了它的电穴的性质 那可以是超导的 然后像我们的金属锐 或者我们的异背酮氧 这样子一些氧化物 也有导电的 像我们经常用的晶电极 也有具有半导体特性的 或者是具有一些电阻特性的 绝缘特性的 甚至是一些电介质 或者其他功能的薄膜 那么在光学上面 我们可以有蒸透的薄膜 也有减反的薄膜 或者增强反射的薄膜 当然也有我们利用光来进行存储的 以及利用红外一些特性检测的 这样子一些薄膜 那么在磁穴上面 我们经常见到的是磁记录和磁头的薄膜 然后上面有利用磁穴的 磁表面波的滤波器 或者是体声波的滤波器 那么在热穴上面 有增加导热的 或者是降低导热的 这样子的薄膜 也有增加耐热特性的薄膜 在机械上面我们经常要用到一些提高表面硬度的 增加表面润滑特性的 增加耐时特性的 或者是有一些感应应变的 当然除了电光磁声热机械 我们现在还有化学生物等等方面的这些薄膜在进行使用 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来对薄膜进行分类 就是它最终用的用途是用来干什么 比如说我们在传感器上面 我们可以用薄膜来感知压力温度湿度加速度 以及某些气体 那我们也可以用薄膜来做一些电的发光器件 像现在我们的显示屏 那已经用了LED来发光 那现在替代了CRT 原来的一种引起射线管 当然在我们这个计算机信息领域行业 我们现在的一些存储的介质 就是利用的磁性的 或者是磁光的 或者是光学的这样子一些 那我们经常用在光学上面的反射膜 针透膜 像我们眼镜片上面 那我们就要进行针透 那当然在机械工业上面 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 耐磨的涂层 硬质的涂层 润滑的涂层 以及装饰包装的这样子一些涂层 那当然还有一些具体的 在我们多种功能薄膜上面 太阳能电池的 超导的 铁电的 金刚石的薄膜 种种种 薄膜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受集成电路发展的推动 反过来说 集成电路也受到了 薄膜技术发展的一个推动 集成电路发展当中 我们知道有一个摩尔定律 就是每一年半 集成电路就更新一代 线宽缩小为上一代的0.7倍 那么现在我们的线宽 已经进入了十几个纳米 甚至几个纳米的这样子一个阶段 那么在我们集成电路当中 所有的这些 PN 结 绝缘成 导线 以及构成的这些 二级管 三级管 电阻 电容等等 这样子一些电源器件 都是用我们薄膜的技术来制备的 那在这样子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 已经到了几个纳米的程度 那我们薄膜技术怎么去进一步的支撑 集成电路的发展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么这儿有一个我们做MOS器件的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是我们这个制造工艺流程 在寸底上面 氧化 光刻 二次氧化 层级多金硅 然后二次光刻 再形成P型的掺杂 层级氧化层 再光刻 然后做电极 然后反刻以后 形成我们的这样子一个管芯 那从这个工艺上来看 我们的电路加工和薄膜层级都是最关键的 然后另外呢 薄膜在我们的传感器上面也用的越来越多 现在我们这个器件要求它越来越精巧 然后功耗也越来越低 这一个例子呢 是我们在一个不锈钢的基底上面 层级了氧化层 这个是采用建设方法层级的 然后呢 在上面再用建设层级我们的敏感层 再做一个建设氧化履隙绝缘 然后在上面呢 我们用铜做电极 然后在上面来做我们的裂 然后做一个包覆层 然后这样子呢 就构成了我们的一个传感器 然后在我们磁性薄膜当中 那么这个磁头是我们最典型的一个应用的例子 那么在基底上面我们做一个种子层 做一个底层 做一个过渡层 做一个磁性的底层 然后做一个中间的隔离层 上部的磁层 然后做一个保护层 然后做一个润滑层 那么这每一层我们看都只有很薄很薄的一层 总体上也是很薄的 但是呢它可以有非常好的功能 薄膜在绿色能源方面也得到了应用 像我们的太阳能电池 采用我们的多金硅和非金硅 在上面呢 我们也做一些透明的氧化物膜 做一些半导体的膜 这样子来构成我们的太阳能电池 然后现在我们的薄膜太阳能电池更是 在我们的玻璃或者是铝箱上面 那我们做一层木 做一层铜锡 做复音的铜锡 做硫化阁 再做一层掺杂的硫化阁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做成一个薄膜的太阳能电池 总体的厚度也是非常薄的 但是它的功能也是非常好的 另外像我们做超导材料 利用超导材料 强大的电流传导能力 我们把超导一倍铜氧这样子一个材料 通过薄膜成绩的技术 自备在金属裂的表面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中间还有一些隔离层 使得这个超导的膜 长成我们所需要的结构 这个电流的承载能力 大概比铜的铜要强100倍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做在单金鸡片上 做成一些我们微波电路 所需要的这样子一些超导薄膜材料 然后从超导薄膜材料 我们知道它的一些表面形貌和它的金属结构 那对它的性能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通过这些内容的介绍 可以了解到薄膜是采用特定的制备方法 在鸡片表面生长得到的一薄层固态物质 鸡板对于薄膜是不可或缺的 而厚膜和薄膜的主要区别在于制备方法的不同 关于薄膜的制备方法及分类 以及薄膜的主要应用 我们下一次来详细说明 我们下一次来详细说明